大家好,我是桂云,今天给大家分享翡翠佛宫 这枚高冰,翡翠佛宫是第一次的新货,和昨天的珍珠象嵌一起回来的 这次他去的时候就拿了这枕佛,这枕佛比较大,总水也非常好 主要是性价比也很好,价位不是特别的高 主要是个儿比较大,饱满,交感特别好,总是非常好的 像我们做翡翠比较长时间的去做呢,还是总水货,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如果是绿货,你价位给不到的话,总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呢,我们做货还是主要看总,翡翠看总,珍珠看珠光 和天玉呢,就看细腻度,你包着这三点去选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都不能太差了 这次呢,就回来一尊佛宫 新货翡翠呢,过几天应该都能陆陆续续能倒一点新货翡翠 肯定,但是也不能是大批量上货,因为翡翠价位都太高了 而且是特别难拿,我们也不能逼着眼去拿 像我们家的货呢,你们可以眯着眼去选 性价比都非常高,但是我给你们把空,不能眯着眼去卖 买完了以后呢,卖出去呢,也砸自己的客户 所以呢,为了长久着想呢,我们拿货是非常谨慎的 选品是非常严谨的 不是说为了挣钱,什么货都去拿,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选品的眼光 就像我们家的这些货卖出去呢,没有一个打脸的 经得起任何时间的考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先整体欣赏一下 厚度是有的,特别饱满,肚子也比较大 而且是纯白冰的,就是你们所说的白月光 胶感非常的好 肚子下面有一点点的一个小棉花絮 佛脸是开的是非常好 大肚如来佛 后面呢,整个是一个平的 没有任何的调水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透字 全透了哈,看不看 而且这个肚子地方这么厚,都达到透字了 看看95338 是不是 透的特别清楚 我们再量一下它的尺寸 螺丝呢,达到26了 比一块钱硬币还要达1毫米 宽度达到31.4 厚度呢,这样量是12 我们再去量它的那个筋呢 5.8,6个多厚了 翡翠达到6个厚真的是特别厚了 在6个厚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能看到姿很清楚的 可以说达到一个玻璃的一个状态了 18KG大钻镶嵌的 钻石都特别大 而且钻石非常的有质感 好,我们家的钻石用的品质都非常高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看后面也是哈 可以说这是一个行家货了 真的很漂亮 价位还行,不是特别的高 应该是中午的一个价位 今天呢,这一套呢都是属于白色系 都是没有封底儿的 就像我的这个耳环属于冰糖块的哈 耳环的总水呢 比这佛工的总水还要好一点 胶感还要好一点哈 翡翠真的是差一点点 价格差的特别多 这个耳环和这个佛工的价格 应该差不多 还有这枚戒指 小灯块 这一套呢都是白色系 这个佛工呢 如果说像我在穿毛衣 放这边都不小了 就是挺大的一枚佛工了哈 而且总水真的是非常好 个儿有个儿 镶嵌也是高大上 配我们家的这个钻石料哈 是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哈 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应该有新货豆 今天挺了一天 明天应该有 何天玉你们细细念念的大粉青 吉比呢是 撒走心差不多 后面以前卖的撒走心差不多 五枚好像是几枚 大个子蛋哈 真正呢 全程系列的火 特别的漂亮 好 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明天见 明天 jetzt 谢谢大家